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高达型的新机体模型真的是好久没有看到了 今天带来的就是水星的魔女中第一季后两季登场的乌尔魔灵高达 在动画里面 协同索恩魔灵高达是大闹了一番 乌尔魔灵高达还好 但是索恩魔灵高达因为极其特殊的造型比例 加上一通公开 让很多玩家猜测这两台机体会不会有什么合体或者是联动形态之类 第二季目前还未开播 到底是怎么样还不能证实 不过模型陆续又来 大家多多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今天咱们就先来看一看 从乌尔魔灵高达身上 是不是可以先一窥端倪 飞模型定价是1900日元 板件数量自然也不多 整个组合流程是比较短的 首先要说的就是贴纸补色这块的表现 可以看到这次数量是比较多的 而且就是最普通的铝箔贴纸 而非风铃魔灵那种双面交贴 在苏菲开启帕梅特克痕的时候 身上出现的红色信号光带 乌尔魔灵胸口这块面积是最大的 本身在胸口内部底层的内构上 已经是给出了一些浮雕纹理细节 在此之上再覆盖上一层光带贴纸 接着在贴纸之上 再加装上黑色的特命外罩 和风铃的夹层工艺相比 确实是普通了很多 什么档次 和我用一样的 不过本身黑色特命外罩 通透度还是挺好的 效果也算是比较醒目吧 而另外在背部搭载的加弄炮上 运用贴纸是比较多的 除了在内部的凹陷 都采取了红色的贴纸补色之外 像是展开的炮身内侧 或者是炮口位置 都有射击补色 而另外就是头部的应用了 前额天线的光带细节 是采取了一小块贴纸实现的 因为尺寸很小 还涉及到了内涯包裹 操作起来并不顺手 最后在外面套上黑色特命件固定 在头盔背面的传感器有一块 正面传感器有一块 双眼部分两块提亮 虽然说在眼部有用到贴纸 但是眼部是配合上 独立的黑色眼眶实现了分件分色 这个部分表现还是挺好的 另外像是肩部的小喷口 是采取了独立分件安装实现的分色 裙甲裆部也有采取一些 陆空分色处理 而像是腿部也有一些底部的框架分件 实现的分色效果 大家感觉目前的分色效果 你能拿几分呢 这个外观造型方面 有人看颜色说像是班冒高达 而实物和之前的宣发图配色差别是极大的 也有人看铁块说像是制天使高达 这台乌尔摩林高达 确实在耗重装甲和武器选择方面 重型远程机属性很强 而且也是我个人感觉 目前已经登场的机型里面 最接近传统高达的一台了 而对于一对卧龙凤雏 大家最关心的 肯定还是到底能不能看出合体的迹象 污尔摩林高达整体造型是比较壮硕的 而且下肢比例稍长 加上有点内缩的头部 如果说有合体技能的话 可能会是类似蝶罗汉充当下半身 像肩膀结构这里就是半开放式的 为了以后也能腾出很多空间 兴许能实现对接什么的 而且像是背包接口是提供了不止一个 手臂上也有很多通用接口 到时候是不是还有什么特别的作用 也还未可知 不过除此以外 本体机构方面 并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痕迹 还是需要看一看索雏 是不是能提供新的线索了 敦实的外观 到和苏菲绿显恩疯癫的性格形成了反差 而至于外观造型 大家可以先给个印象分 沃尔摩灵头部采取了双天线配置 其中顶部天线向兼耳器头冠角度包裹 在头部也有采取厚重的装甲包裹 在侧面有流出一条类似散热结构的装甲缝隙 在正面下颚部分也是覆盖了一层大尺寸的装甲 红色的下巴仅仅留下了一小点 装甲占比比较大 看起来和动画里面感觉不太一样 其实这块口罩还可以进行拆卸 内部还带额外的脸部细节 可以看到小尺寸的三射口 以及更多的下巴结构 不过目前这个状态看起来就有点奇怪了 还是戴上口罩吧 脖子部分和凤铃一样 都是采取了后置球形关节 连接在躯干位置 在顶部依旧是球形结构 抬头和低头的幅度表现是中规中矩的 左右旋转没有什么问题 左右侧摆表现会突出一些 在躯干中断是采取了前置球形关节连接 弯腰角度表现还是挺清晰的 而同时这个位置也能够实现小幅度左右侧摆 腰部的主力旋转关节 依旧是设置在靠下一点的位置 在躯干内线关节采取了半开方式的处理 顶部高于胸甲平面 内部采取了球形关节 衔接在胸甲里面 配合上肩部的球关节 可以实现肩部的前身动作 而同时也是因为顶部开放处理 在平台方面的表现会更好一些 两端球形关节再加上肩部的轴型可动 最终肩部的平台幅度在120左右 还是可以的 就是肩部的球形关节手感有些松 特别是握持上武器以后 如果不把球形关节推到底 就非常容易布局 肩甲部分除了内嵌的小尺寸喷口之外 在侧面开槽里面 还安装了一个大尺寸的喷口 而肩甲的连接方式依旧是恰扣固定 紧实度还可以 手臂上端可以水平旋转 而在小臂部分 这次不是卡扣固定了 而是一个单段的轴型结构 下端是一个柱形卡榫 连接在下臂 当你插进去以后 再想拔出来就很费劲了 得拆小臂非常紧 小臂装甲为非常简单的左右盒 上宽下窄的粗状脊柔风格设计 在手臂的内侧和外侧都带有通用接口 这个口能够系上加特林外层的盾牌 同时背部加弄炮的机械臂接口 也适配于这个位置 在模型内部提供了一对握持手型 一对开掌手 配合上手臂尺寸会显得比较小 乌尔摩林高达的前裙甲和侧裙甲 采取了整体设计 前端一段弯折 包裹在正面还有侧面 采取了球形关节连接 可以适当的旋转 并且在顶部还给出了接口开槽 平台幅度也会大一点 这个时候就能看到裙甲带有一定的内衬处理 并且在内部还隐藏了一个大尺寸的喷口 从背面来看 配合上后裙甲的喷口 还有背包底部的喷口 也能为乌尔摩林高达提供相当可观的推积力 而在侧裙甲的衔接位置 还有一个额外的可动关节衔接在腰部 接用关节可以实现侧裙甲的进一步侧面展开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其他作用 但是确实对于腿部前提起到了很大的避让效果 腿部前提幅度在120左右 后裙甲不可动 后提幅度是比较小的 腿部侧提幅度在90度左右也算是挺好的 腿部上端可以水平旋转 在腿部如果把玩一段时间的话 会出现腿部关节逐渐分离的情况 就会变得有点松了 需要再捏回去 整条大肠腿看起来是没怎么样 但是无论是大腿还是小腿 都带有相对大块的内部结构 在此结构基础之上 三面外甲包裹 顺势还实现了一些镂空分色效果 HG上这样做的并不算多 不过在膝盖位置还是采取了两侧卡扣结构 再配合上固定外套连接的 那么屈膝幅度表现还行 但是这次膝盖位置的手感 明显就没有那么紧实了 时间再长一点可能会更松 小腿下端护甲带有一个可动结构 在脚部上下抬起的时候 带有一定的让位效果 这次脚掌位置也还是C型卡扣连接 不过把玩的时候紧实度 是比魔领那个小尺寸的强一些 没有那么容易掉 也因为是卡扣结构 所以脚掌方面并不能旋转 不过前脚掌采取了球形关节前套 带有独立可动 可以为了矮点增强可动 不过关节表现会更松一点 也可以改变脚架朝向 并且还能够实现上下弯折 或者是侧摆接地 就是表现不太紧 后脚跟也可以利用卡榫 来实现侧摆接地角度 在背面还配置了用于支撑的脚趾 并且还能够实现一些角度开合 总的来说 这个可动表现 在这个体型下还是高于一齐的 就是有些关节表现不太扎实 最后就是武器方面了 乌尔摩林高达最重型机体 主力武器是一个光束加特林 不过是以复合装备形态呈现的 最外层有一面绿色的盾牌 看轮廓还挺有零零气的味道 而在盾牌的内层带有完整的内衬 并且还隐藏了一对光束军刀的剑柄 利用盾牌的卡榫关节 可以为一腾出空间来进行单独取出 模型内部附属了两个蓝色光束军刀特效件 直接按插以后就可以手持使用了 而在光束加特林方面 顶部带有一个主握柄 带有一个细小的扳机细节 在侧面还有一个副握柄 都可以用来手部握持 加特林的枪管部分 采取了柱形卡锁连接 所以可以进行转动 而在乌尔摩林和索恩摩林身后 都挂载了一个加农炮装备 平时安装于躯干单侧 因为背部接口通用 所以按照逻辑可以搭载更多 中间间位置是一个机械臂 不过机械臂关节 并没有按照常规逻辑配置 比如说直接炮口上台的肩部 是实现不了的 如果说就是要前置的话 我们可以旋转一下背部关节 然后上台 然后再旋转调整一下 最终可以让加农炮实现横向放置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炮口位置是黑色 这里是贴纸骨色 而加农炮还有另外一种形态 当乌尔摩灵被反制波压制以后 苏菲开启了4级帕梅特克痕 背部加农炮带有展开样式 在中间白色缝件的红色部分 为开启帕梅特克痕的时候 可以选择上黑色贴纸 因为在里面我已经是沾上红色了 所以就没用 两侧结构我们直接外拉 下端也带有关节 可以内受弯折 算是加农炮的隐藏属性了 作为新作品中新登场的新高达机体 我个人还是挺关注的 特别是乌尔索恩摩灵烧简特殊的外观 总是让人感觉万代肯定会在上面整活 而从今天的乌尔摩灵神上透露出来的信息 其实并不太多 兴许还得拆件 这就更让人好奇 如果说有合体的话 那么完成之后的样子究竟是如何的 而作为单款作品审视这款乌尔摩灵的话 这表现倒是中规中矩 首先在武器上面有不少的贴纸补色 好在补质内嵌就是平面 胸部的信号光带也是比较普通的贴纸配上透明分件 但是效果还行 膝盖采取了双重侠扣衔接 手感略松 肩膀的手感也一般 不过面罩装甲之下有隐藏的细节刻画 腿部关节还有大量的内构填充 并且还实现了不少的镂空分色 给人的感觉大多是普普通通之下有那么一些亮点 当然想要体现这款模型的真正卖点 也许只能等到索恩摩灵发售的时候才能体验到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多多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